每日模组合成期的第六天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如何从零开始架构自己的系统 这个问题我打算分几次来讲它 因为它其实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前几天的影片实在是人都太长了 我想要把它说在大概十分钟上下就好的影片 这样不然大家看起来压力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一下播下去就太久 那第一次在思考要不要用架构自己的系统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大方向是可以先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要不要用电脑 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要带出门 那如果一开始就已经决定 我的模组合成器是要跟电脑一起工作的 我已经很习惯电脑操作 比如说编曲软体啊 这些尤其是Apple & Live 它本身有非常优秀的跟模组合成器互动的这些功能 我已经决定我一定会跟电脑 一定会用电脑的话呢 那不管你有没有要把东西带出门 第一个先买的肯定是MIDI或者是Audio Interface 因为你要跟电脑互动 那一个好的MIDI它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output 那最近我最喜欢的是这个Mutant Brain的 不对它就叫做Mutant Brain 它有四个Gate 然后八个还是十二个 十二个CV吧 sorry 四个CV 十二个Gate 非常的多 那完全就可以让你的电脑变成一个BaseDeb 这样子 那如果是用Audio Interface呢 就可以用我之前已经介绍过的这个Expert Slippers 不管是ES8或ES9 它都有很好的这个从电脑送控制讯号出来 跟把声音吃进去的功能 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interface 比较好的interface Audio Interface 那它本身有这个光纤扩充 ADAT 扩充功能的话呢 你也可以考虑去年出的一个 2021年出的一个这个 8input 8output的ADAT的扩充模组 这样子 你接上你已经现有的interface 马上你就多了8input 8output 非常的方便 这样子 所以如果已经决定要使用电脑的话 忍一忍 一开始就是买interface这样子 就很像你要做音乐 要先买耳机或喇叭一样啦 所以你先买一个interface 那虽然它根本就还不算是个module 可是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开销 那我蛮晚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 不过其实也是这些产品 并没有出现得这么早 这样子觉得有点可惜 那我会觉得一开始先 就压咬一下先买下去 这样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不带电脑 单纯要把这个电子乐器 作为一个很自由的 可以 想象力奔放的乐器的话 就开始有分 如果你不带电脑 可是要出门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一些数位的模组 比方说像1010这间公司 出了很多的 很方便 还有触控萤幕的数位模组 那或者是一些sampler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像disting 这种本身有很多功能的数位模组 为什么呢 因为要出门的话 清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选择这些数位的模组啊 它可以清 然后它又有很多功能 这样子你就可以缩减你的体积 再来就是你会需要一个 非常好上手的sequencer 那sequencer是模组合成器 音乐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它跟其他的乐器 其他的电子音乐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模组合成器里面 需要大量的sequencer 所以使用一个很快上手的 然后很快可以改变 它的pattern的sequencer 非常非常地重要 好 那 最后一个就是 不要带电脑 然后我也不出门 对 我就是关起头来 面对家里那一面墙 去栽下去这样子 这个是最难的选择 对 那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之后会再花个一两天 两三天来解释吧 可能不会是接下来吧 之后吧 好 就是如果你不带电脑 然后也不出门的话 好 这个东西 你就要思考 我自己的 就是 就是 玩模组合成器的 就是方向是什么了 好 方向这样听起来有点模糊 我这样 我通常会 简单分成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 声音处理 好 我已经 我可能已经是吉他手或 bass手 或者keyboard手 我有一个擅长的乐器 我想要让模组合成器来处理我的乐器的声音 取样类的 好 那最后一类就是 发出声音 就是电子乐器 前面两类都是用外面的声音 第三类就是用电子乐器 就是我想要让它搭建成一个合成器 或者是一个drum machine 鼓机 它要自己可以发出声音 变成一个很强大的怪物级的这种电子乐器 所以我通常会把目标分成这三个方向 那 当然这三个方向 最后可能一定有可能会 重叠 或者是 或者是最后三个方向全部都打到 因为反正你也不出门 反正不需要考虑重量 不过可以思考 第一个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到底是当作现有乐器的效果器 还是去采集声音 回来拼贴 还是让它自己可以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我对于这个 要如何从零开始 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模组的 第一步的答案 好 那大家可以 今天也介绍了很多 跟电脑互动的模组 跟一些数位模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 我们明天见 拜拜